请问你知道腊八节的来历吗 每年的农历腊月初八就是腊八节 在腊八节这天人们都要喝腊八粥 为什么呢 听完下面这个故事你就全了解了 说很久很久以前呀 有一对勤劳善良的老夫妇 他们成天都在辛勤的劳作 可是他们的儿子却天天在家睡着懒觉 我老了以后就不能养着你了 你要学着种庄稼 这样才能有饭吃 下地干活太累了 我才不学呢 老爷爷没办法 摇着头叹了口气 不久以后 老夫妇就给儿子娶了一房媳妇 但是这个儿媳妇啊 可不咋地 也和他的儿子一样懒 秦是摇钱树 简是聚宝盆 日子要过好 勤俭是法宝 我可不想勤俭 还是睡懒觉的好 又过了几年 老夫妇都得了重病 你们一定要牢记 勤俭永不穷 坐吃山野空 话还没说完 这老两口就闭上了眼睛 懒惰的小两口看着满屋的粮食 那心里可是美滋滋 哈哈 我们有这么多吃的和穿的 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的去劳作呢 就这样 过了一年又一年 庄稼地里长满了杂草 小两口却还是在家里睡大觉 一天中午啊 他们吓得大叫起来 米刚空了 水刚空了 我们没有吃的了 这夫妻俩可啥都不会做 只好大哭起来 邻居们看到小两口没有吃的 怪可怜的 又想起老夫妇以前经常帮助自己 于是啊 就帮助他们小两口 我这里有一个窝窝头 你们拿去吃吧 讨饭也可以填饱肚子嘛 我们还是不用劳动的 哈哈 转眼之间 已经是腊月了 夫妻俩挤在床上 那肚子饿得咕咕叫 还是不肯出门找吃的 到腊月初八的晚上 他们已经饿了整整三天了 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便开始满屋子找吃的 一会儿从地缝里 抠出几粒小米 一会儿又在老鼠洞里 挖出几片菜叶 俩人是把能吃的 全都放进了锅里 小两口一边吃着粥 一边是呸唧呸唧的掉眼泪 爸妈说的对呀 只有勤劳 那才能过上好日子 可是现在醒悟 已经晚了 他们住的房子 很多年都没有修 一阵大风吹过 只听哄的一声 小两口被压在了里面 邻居们听到声响都跑来了 他们把砖头搬开 这时 俩人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们身边还放着一个碗 煮得乱糟糟的粥 都还没来得及喝完 这天夜里 人们都梦到了土地公公 土地公公对他们说 以后每年腊月初八 你们就用各种食物混在一起 做成腊八粥吧 孩子们吃了之后 就不会变懒惰了 这天就叫腊八节吧 从此啊 每年的腊月初八 人们都会做腊八粥 希望孩子们长大以后 能够勤俭节约 靠自己的双手 过上好日子